孙权与刘备的联合军赢得了赤壁之战 尽管天下已尽在咫尺 但是曹操只能放弃南进 退回许昌 不得不重整齐骨 现在正是瓦解曹操独霸局面的大好机会 孙权为了从江东扩张领土 开始了行动 同时 刘备的军师诸葛亮 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为了使刘备成为一国之主 诸葛亮小然开始了行动 马超和韩岁率领的联合军突破了我军的西面战线 梁州刺史维康大人 死守城池 王毅 汉中豪族 王氏之女 年并且 马超 为了向西凯的马超复仇 追随了曹操 另一方面 马超心中也燃起了复仇之火 父亲马腾暗杀曹操失败 遭到了处决 马超与韩岁联手 向洛阳进军了 负责防守洛阳的王毅 也与曹操的援军会合了 复仇的好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 王毅 难为你挡住了马超等人的猛攻 此前为了防备孙吾 夏侯元 张和 调集军队 赶赴同关 借此机会歼灭马 我听说 王毅大人与敌将马超之间 因缘不浅 梁州军阀在幼时夺走了我的故乡 西梁的死神马超是我们一族的仇人 既然如此 无论如何都不能失败啊 我们最近战败太多 首饰已经结束 等着我吧 马超 马超他们已经攻过来了呀 王毅 王毅 马超 韩岁等人已在同关布阵 我军在正面 目前我们正在巩固洛阳与蒲板金的防守 不不不 不不 都怪我们救援来迟 抱歉 不 我已经知道了援军 而且 夏侯渊大人还为我们送 哎呀 别客气 接下来马超就交给我 不 那可不行 我总算完成了洛阳的防 啊 这样啊 既然你那样说 敌人是联盟军 为了削弱他们的气势 一定要设法破坏他们的合作 正面的敌人 士气很高 很难击退他们 绕道通关的北面如何 只要能渡过黄河 就可以直取敌人 选择正面迎击 或是渡河攻其背后 但是 孰有刘备 吴有孙权 必须趁现在永绝后患 马超等人势头正胜 但务必要在此 就 就 1 2 2 5 5 5 6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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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一 二 五 四 五 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光临 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 草草大人竟然会打败而归 外奋 计策虽有 但是人手不足 你只需把此信交给韩水 好了 开始吧 只要禁止 竟能只身闯入敌阵 不过你看起来 似乎无意战斗 原来如此 你是作为使者而来的 什么 你说有东西想 这实 我与曹操大人是旧相识 让我先看看吧 信件我收下了 辛苦你 作为使者而来 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一幕 看得一清二楚 这件事 必须立刻向马沙大人进行汇报 报告 韩岁大人似乎与魏将有所接触 难道他 早已勾结了敌人 就这样把韩岁大人留在杭谷关 会有风险吗 转告韩岁大人 消失吧 想立刻守卫同关后方 消失大人 马超将军发来消息称 希望您立刻返回同关 你来摧毁 消失吧 什么 要我现在撤退 老师 我与魏军使者交谈一事 惹来了嫌疑 希望马超能够通勤达理 如果不行 就只能投靠魏国了 只要这样不断取得胜利 就一定 做得好 你的表现 我会记住的 只要川普这里就能看到魏军的大本营了 我必须加把劲 可恶 嫉妒发动奇袭骂 羞赏轻易得手 小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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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不当顺利啊 放心吧 小主 狄将,你被我击败了 小吃吧 只要这样不断取得胜利,记得一点 大吃一惊,没想到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战果 好啊,真是努力,再接再厉啊 小吃 可别吃 小吃 小吃 火烧 小吃 太多了 小心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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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狮子 在奇怪害羞球上都好 thr 155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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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尿 接下来 红尿 下面 红尿 叮膜 上次 红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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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比较 红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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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伟君 果然避开黄河来到了这里 就让我庞明明 死守 鸿关后方吧 看来你不是平庸的将农 休想逃走 但是 我依然要华丽地通过这里 真舒服 多么壮丽的战斗 小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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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殆尽吧 消失吧 在下未能完成任务 马超大人 对不起 你将已被我击败 只要这样不断取得胜利 就一定